一早出門似乎感覺到一絲涼意 隨著東北季風增強 北部及東北部地區氣溫稍微下降 基隆北海岸東部等迎風面地區 降雨機率提高 其中東北部則是要注意局部大雨發生 另外關島南方海面的熱帶低壓 有機會在七號晚間 形成今年第一號颱風馬勒卡 臺灣的南側也就是南海到 東方海面這一帶是一個大的低壓帶 那裡面有一些熱帶系統 在熱帶勞動在發展之後的路徑 還是以北轉之後的這樣的路徑 移動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對我們來講是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氣象局表示馬勒卡五天的預測路徑 和最新歐洲系集模式模擬的路徑 大致相同 先往西北方前進在北轉 並逐漸減速 直接影響臺灣的機率低 颱風在四月有颱風 其實並不罕見 經驗上來看 這個颱風影響臺灣 直接影響臺灣的機率是比較偏低的 1967年威萊特 1978年歐利福 以及2003年的科吉拉 不過其中符合青台定義的 只有1956年的賽洛馬 不過氣象局也提醒 8號開始到下週三 氣溫會逐漸回暖 北臺灣最高可達30度以上 中南部還可能突破32度 不過日夜溫差大 還是得注意保暖 紀新聞陳怡君 魏林彥採訪報導 這次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